她是音乐疯子 她是爱情傻子 她又是地道的好吃嘴 她还是幽默的开心果 她简单快乐 她热情好客 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万在成都的巴士生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今天的人口广角栏目 有一个叫一万的加拿大资深音乐人 不远千里来到了成都 乐此不疲的做着同一件事情 有人说她痴狂 也有人说她执着 那么她到底为什么会到中国来 为什么会选择成都 是为了事业 为了爱情 还是为了金钱 这个很投入的唱着对面女孩看过来的老外呀 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伊万 她虽然不懂中文 但是她却用音乐和中国朋友打成一片 而且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的喜爱 她们是第一个资深音乐人 你喜欢这些资深音乐人吗 是的 他们是一个很棒的资深音乐人 说些什么资深音乐人 说些什么资深的资深音乐人 然后他们唱了我的最爱的音乐 古牌 刚刚听低手的 哇 一下就很正了 我觉得出来 他们会用中国方式演艺爱歌歌曲 用外国形式来演出中国的 这种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歌曲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 伊万所在乐队的名字叫MIC 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乐队 成立于2005年 那么她的名字为什么会叫MIC呢 在这个组合当中 伊万是主唱兼吉他手 任翰是贝斯手 叶骏是架子鼓手 他们每次都很投入的演出 配合的也是相当的有默契 你英语怎么样 我英语一点点 一点点 Thank you Goodbye Hello 那怎么去交流呢 连笔带话 一部分英语 一部分中文 一部分首饰 他能听懂吗 基本上能 音乐是普通的 吃饭的时候有过 吃饭的时候有过冲突 我加了一块毛肚 差好他也加到那块 今晚的演出 因为音响设备的原因 而出了一点小问题 精益求精的伊万 这心里虽然不太满意 但还是饱含激情地做完演出 另一种享受 这小小的客厅 也是伊万的工作室 伊万喜欢把自己的感觉记录下来 再把它们汇集成优美的音符 每天晚上 他和乐队一起去酒吧 把自己的原创音乐 带给喜欢他的粉丝 很多美女粉丝 疯狂地追捧伊万 想不到舞台上 活力十足 热情疯狂的伊万 也有如此保守传统的一面 生活中的伊万风趣幽默 富有 小乖乖 我很喜欢成都 成都是我家 成都是一座来了 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而伊万的胃 是彻底的被成都的美食所征服了 很喜欢吃绿叶 特别喜欢吃什么 我们吃火锅的时候 一般人给他叫五份 伊万在成都过着巴士的生活 享受美食 他是忙得不亦乐乎 其实幸福的真谛 不在物质上的富足 而是精神灵魂上的充裕 世界是个大家庭 因为缘分而走到一起 我们热情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外籍友人 也希望这个大家庭更加和谐幸福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 四川电视台公共频道 三星志